因為撒亡捕魚 不幸落海死亡的潘春明 是封冰箱港口部落的阿美族人 由於生前掌骨刺 壓迫神經 身體狀況不佳 只能靠打零工為生 而太太是在百貨公司 擔任清潔臨時工 另外也正在接受照護訓練 打算從事醫療照顧的工作 不過卻因為她的先生突發的意外 中斷了訓練課程 也不得不結束清潔臨時工作 都還來不及走出上膚之痛 就要馬上面臨現實生活的問題 如今自己要撫養兩男三女 五個孩子的問題 花蓮市長夫人會同民間團體 公所人員前往關心潘信家人 並將愛心所得及民間愛心物資 親手交給潘信婦人 很辛苦 那所以我們就想愛的分享 溫馨送禮就透過一些民間的資源 的力量進來來幫助她 原本就是低收入戶的家庭頓師 依靠 未來養育五位子女 更是一個重擔 透過花蓮市愛的分享 溫馨送禮計畫 協助職業媒合 讓突然陷入困境的家庭 能夠受到各界愛心單位的協助 暫時度過眼前經濟難關 還可以透過媒合工作有固定收入 對長期生活比較有保障 這次也為潘春明遺孫做職業媒合 潘春明往生後 潘家的生活更加困難 而善款及民生物資協助潘信家庭 就是希望這家人能走出經濟難關 及善失親人的傷痛 記者卡召 華蓮市採訪報導